花蓮市福安庙日前举办普渡法会 透过庙方管委会还有信众大德的支持 捐出了普渡物资有159份 还有100斤的白米以及三大香的米粉 要给花蓮市食物银行 市公所事劳科长肖子卫 也代表市长威家燕前往向庙方致谢颁证了感谢状 位于广东街的花蓮福安庙 多年来持续捐赠物资帮助弱势 今年中原普渡过后再一次集结信众大德安心 把这些普渡物资交给花蓮市食物银行 希望可以发挥更大效用 都跟我们中原普渡的信徒所观的 我是都给食物银行 给政府去做救责更实材 因为早期的我们的房子 自己来发的都给团队造成 也是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们整体说 北京人我们市公所有的食物银行 我们就整个关乎他们 让市公所去做一个发落 改动需要的人他就会去领导 我们看来的名字是 大家说不要说 发挥到我们花蓮发挥 那个信徒的爱心 麻烦市公所都会费一点心力 帮我们做一些功德这样子 华蓮市公所社劳科长肖子卫 代表市长魏佳燕前往致政感谢状 那在这个中原普渡的时节 很感谢就是福安庙 还有华蓮市的各个公庙 将普渡的物资 还有各位信众大德散心的民众 将物资券给我们食物银行 那我们知道其实华蓮在今年的 四月地震以来 又经历了台风 那北上的铁公路也曾经一路的中断 那对华蓮在地的其实整个经济 其实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那我们的许多市民也是从事这些观光业的小老板们 其实生活并不是那么好过 那在这边跟大家说 华蓮市公所的食物银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 不要不好意思 那是可以到食物银行来跟我们做一个情形 就是希望可以给一些 就是些微的帮助这样子 如果您真的很 就是不太好意思进到食物银行 那您可以托李干事或者是里长 或者是市民代表们 协助您来做这个情领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很乐意来帮这个忙 那就是感谢大家 还能够持续的将物资捐赠给食物银行 做一个善的循环 福安庙这次共捐赠了159份的普度物资 100斤的白米 还有三大箱的米粉 都将上架到花蓮市食物银行 市公所表示 只要是生活现困有民生物资的需要 不论涉及在哪一个乡镇市 都可以备妥证明文件 到花蓮市的食物银行来填表申领 谢吕慧幻市报道